听学行走 文化改善 听世界 打了一辈子仗的王俭 不仅不小气 而且深深知道政治的游戏规则 秦王亲自来醒了 他也就顺势答应 当一回秦国的定海神针 而且为了避免不愉快的后果 他还是提了几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吧 就是要六十万人 这一点吃过亏的嬴政爽快地答应了 第二条是什么呢 很快王俭率领六十万大军出发了 六十万人哪 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可怕的军事力量 现在就在王俭一个人手里牢牢地握着 秦王嬴政当然非常重视 亲自把王俭和他的部队送到坝水上 恋恋不舍地望着这个拿走了他所有存款的人 大佬 你可拿着我的信用卡和全副的家当啊 你不会乱花钱吧 你不会把我的卡给刷爆吧 秦王嬴政很担忧 甚至可以说秦王嬴政这个时候很可怜 坝上这个地方现在还在 在西安市的东面 您要去西安去旅游的话 当地的导游一定会向您提起这个地方 西安不是当时秦国的首都 秦国当时的首都在咸阳 从咸阳到西安的坝上 从地图上拉条直线 一看就知道 这两个地方相距七十多里地 贵为一国的君主 秦王嬴政坐在车上 就把王俭送了七十多里路 这是一段非同寻常的路程 作为一国之君 能把属下送到宫外 或者说送到城门外 那已经是相当给面子了 现在秦王嬴政不辞劳苦 亲自送了七十多里地 由此可见 他对王俭是何等的看重 真情相送终有一别 君臣在辞别的时候 王俭默默唧唧地 在自己的怀里掏了半天 掏出了一份书面答卷 秦王一看 上面明明白白地要求 领导封给他大批的宅院田地 看着秦王嬴政可怜兮兮 又略带惊讶的眼神 王俭觉得挺可笑的 于是就说 大王啊 我曾经考察过 那什么咸阳西郊 有块庄稼地 哎呀 那是块好甜啊 土地肥沃 灌溉方便 年年的收成 都倍儿棒 那个什么还有啊 当年吕相国留下一块宅子 哎呦 风水也很好 还有啊 他有一处的园林也特好 啊 这个地方风水好 不闹鬼 那个什么 能不能请大王赏给老臣呢 你不为我 也为我子孙后代留着呀 秦王嬴政一听 愣了一下 随即又笑了 王俭接着说 哦 对了 当年那个大阴人落尔 他呀 好像有一个什么池子 特别好玩 经常他在那开party的 我也去看过 真不错 那么 那么能否请大王一并赏给我吧 那将来我的孩子谈恋爱的时候能去玩啊 嬴政听了 更是哈哈大笑 将军此次出征 其乡立下旷市打工 回来之际 何愁平寒啊 不必担忧家里的日子不好过吗 王俭在那边表现得更加可怜了 大王 说句心里话 像我们这样的武夫 哎呀 功劳再大 也指望不上封侯赐绝了 也就趁着 现在大王垂涯 能弃中我 用得上我了 那就 那就 及时的请大王赐予园林十愿 算是给我子孙后代 置分家产吧 如果不趁着现在 捞上那么一点 我王家子孙 怕是要挨饿呀 听完这话 嬴政笑得更开心了 脸上的愁云一扫而空 但是却没有马上答应王俭的请求 王俭的心里倒是很清楚 他没半点的不高兴 你想想啊 六十万大军这么大的条件 嬴政都能一口答应 这可是他全富身家呀 现在我仅仅是要求一些田宅 园林之类的东西 他却优柔寡断 迟迟不答应 是他小气吗 那根本就不是嘛 这说明嬴政需要王俭 进一步证明他的忠诚 你也别说 这王俭呢 还是真会演戏 他很善于把自己表现的 贪财卑鄙 目光短浅 就像一个资株必较的小财柱似的 这一切都是为了让秦王嬴政放心 知道他没有鸿湖之志 也就是说 我没想造反啊 所谓求田问社 远无大志嘛 所以带着六十万人 从坝上和秦王嬴政分手 一直到了武关 寒谷关一带 这一段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的路程上 王俭居然连续五次 派自己的使者回到朝廷上 向秦王要房子 要田地 使者对秦王说 王将军的意思是说 那个什么 落矮好像当初还有一处田产 挺不错的 秦秦秦大王 赏了吧 这一下王俭的部下幕僚 都看不下去了 自己跟着这将军 怎么那么污浊不堪啊 有人忍不住 就直接来劝了 老将军 你这也太没品位了吧 老要房子要田地了 我们跟着您 都丢不起这脸了 再说了 您老这么去要东西 你就不怕大王一时火起 怪罪下来吗 王俭听了 哈哈大笑 此言差矣 秦王性情粗暴 对人多疑 如今他掏空秦国的家底 把整个国家的武士精锐 都交在我手上 这可让他如何放心得下 如果我不是频频地要东西 以此来侮辱我自己的品位格调 难道我要坐等大王 怀疑我志向远大 有翻天覆地之心吗 这不是找死吗 他的下属听了 这才恍然大悟啊 有道理 江还是老的辣 同意 严重同意啊 王俭确实看问题 看得很深入 秦王不是一个好惹的主 心眼小的真眼一样 这么多兵马 放在我手上 铁定睡不着觉 日夜担心我造反 所以干脆多要点好处费 就表现的是个贪财小地主 瞧瞧 我的人生目标 就是农妇山泉 有点田呢 很多很多的田 给我一块 我种一块荒一块 还要好多好多的房子 我住一间空一间 我的精力都放在上面 是绝对不会造反的 这样大王您就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这么贴心的要求 你说秦王怎么好意思 对他下毒手呢 由此可见 王俭深知处世之道 所以他能善终 而当年的白起却不行